会计学1 教师及课程简介的录制 森保林老师 会计学是商学院必修的课程 有三学分 每经期上课三小时 我是森保林老师 我在学校的电话是02-2786-4847 分机172 我的email还有办公室呢 都在网站上有说明 本科目的教学宗旨是要帮助同学来了解会计的基本原理 并介绍相关的会计工具及程序 让同学有账务处理的基本概念 并得以进行企业资财务分析 学习目标 第一个 引导学生正确的认识商业会计之账务处理 以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第二个 理论与实物并重 以深入浅出的方式 加深学生了解会计理论及实物相关性 第三个 培养学生对商业会计理论与实物之运用 并为日后学习其他相关课程建立良好的基础 对理财工具能有多一层的认识 当然我们这一个课程希望同学能够借此课程 能够取得会计的相关证照 本课程是商学院的必修课程 当然也适合其他有兴趣的同学自修学习 本课程需具备以下的基本能力 第一个 高中时的会计基础 第二个 建议具备的能力是对会计要有学习热忱 或期许自己成为一个不怕会计的人 学习方法 本课程不外乎课前的预习 课程中认真听讲以及课后的复习 那么在课程中希望同学能够积极参与各项学习活动 除依照进度认真上课 在每个单元学习后都能够主动的进行综合练习 验证自己的努力 如果习题不会代表有一些观念还没有了解 如果方便请同学直接来跟我讨论 接下来第一周我们会介绍会计的基本概念 让同学了解学这一堂课它的主要的目的 第二周跟第三周呢我们会进行平时会计处理程序 这包括了会计科目 接待法则 在第二周跟第三周的学习过程当中 我们都会有很多的自我评量测验 希望同学认真 第四周第五周我们会进行到第三单元的调整部分 期末调整 那这个部分呢就会有一点难度 希望同学上课的时候能够更加的认真 第六周第七周跟第八周 我们会进行会计循环的完成 这个部分是综合从开学到这一段所学的整理 所以会计循环的完成我们需要花三周的时间 来为各位同学做一个介绍 第九周是期中考试 期中考完了之后 我们会开始进行到买卖业会计 编制一些财务报表 而且我们会在每一个课堂当中 以及之后做自我评量的测验 第十二周第十三周 我们会进行到第六单元 现金及约当现金 这是内控的最重要的部分 同时我们上课也会有自我评量的测验 第十四周第十五周 我们会介绍第七单元应收款项 第十六周第十七周 我们会进行第八单元存货的部分 那我们每一次上课都不时会有一些评量跟作业 希望同学认真参与 希望同学认真参与 第十八周期末考 本课程的评量方式分为三个部分 平常成绩占30% 期中考占30% 期末考占40% 平常成绩包括出席的状况 还有同学写的作业以及小考的成绩 本课程学完了之后 当然有很多的相关 包括财务管理 那同学经由了解到这个会计的基本概念 能够练习自己去阅读财务报表 将来呢也能够以这些作为一个管理会计的依据 希望同学能够在这一个学习当中 学得愉快而且充实